到了皮皮 毕哥就这儿啊 好嘛走了俩礼拜可算走到了 哎 家里怎么连个房道门都没有 上次跟对象吵架 他多闷而出 我没嘴伤他皮皮 那你也得闹个门啊 家里丢洞下怎么办 呃不好意思 是我堕虑了 您那些家里够干净的 想闭床秀的时候肯定走的检阅风格吧 冒昧的问一下我们坐哪 是撒马步吗 行了 先别阴阳怪气了 看看那是吗 我这喜兰花这么大哥 哎小智 你脑子是不是让把死小毒液泡了 你家可挺供个喜兰花呀 这肯定就是月亮时 看着就特别神圣 那杠哥你倒是正眼看呢 我他妈正着呢 小瞎怼你你当我上把气 登愣 听 子 可歪了我就说不来 碰见一把黑色灰 脑板舔月亮时 十个人像 少年哟 你也想七五嘛 屁屁 耶 骂意思 现在黑色灰都走崩地路线了吗 听听听 少年换一段行吗 挺借个儿 你们也能蹦得起来 打住 你们绝对是黑色灰的 手段极其残忍 要傻要割 随你们别别折磨我行不行 屁屁屁屁 毕哥 这么神奇吗 毕哥 哎皮卡丘 说骂呢 这么敬讶 他们是在举行仪式 毕哥 蹦完地念 谁明儿 谁死 毕哥 跟死亡笔记 一个效果的 毕哥 我弟妈 这么神奇吗 那现在给谁做法了 他叫骂来着 姓鲍 啊 姓鲍骨 毕哥 皮卡丘 你听错了吧 那人叫金正骨 啊对 但是现在处问题了 毕哥 这人连狗都不如 隐藏地府 不瘦他 毕哥 那联系联系 西方那头呢 隐属都连着 甲板一个月了 没功夫啊 毕哥 那印度那头 不还有几位了吗 印度那头正忙着 沈亿总国相亲呢 毕哥 你天天 能不能看看报纸啊 毕哥 不好意思啊 皮卡丘 我看报纸 不看搞笑板块 快得了吧 念谁明儿 谁死 我怎么不信呢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 毕哥 哎不是 他不信你臭我干嘛 头发就是眉睫 不信咱拿小智诗诗 毕哥 哎 我信啊 他不信你拿踏诗啊 咱就拿小智诗 谁怕谁啊 我怕 我怕你一星了吧 费迪来四个黑人 给我抬走 你们才没 我觉得 实践是检验 整理的唯一标准 我遵你奶那个卷 你们要这么恨我 拿把刀给我囊了 行不行 行 毕哥 那用我再给您 来把斧头吗 太棒了 毕哥 累了 毁灭吧